準備好嗎? 準備好開始了 再說一次 現在我們回到M1八筆記 我們一下子會跳到第十二頁 Sorry 第十二頁 Equation of Tangents and Normals 好了 嘶 來了 我們現在都是玩直線方程 但直線得來又有曲線 那是甚麼呢? 別人很簡單 別人就說 在曲線上 即是我不斷畫一條曲線 別人就說 假設我站一點 我站一點 究竟我站一點有多斜呢? 我們之前已經算過了 即是我站一點來說 就好像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我明顯是女生站的地方 斜個男生站的地方 那條曲線 嘩 明不明 一條曲線有多斜 很難計算的 因為我們計算斜率 我們要用直線計算的 假設男生在一個斜坡上面 我們計算直線 我們計算斜率才有意思的 在曲線上很難看斜率的 但我再說一次 現在我們在曲線上計算斜率 我們可以用甚麼呢? 就不是y2-1x2-1x2-1x2 而是用這個 dydx 是不是? 真的 那女生一樣 她站的地方有多斜呢? 就很難看的 但如果我們畫一個斜坡出來 理論上就很容易看的了 那當然了 那我們就畫直線算數了 我們不畫這兩個 那所以呢 在曲線上面 如果我們可以計算到一條直線方程 去描述那個斜坡的樣子的話 其實挺開心的 就是一個是斜坡 一條直線是斜坡 這個斜坡 的equation是甚麼呢? 那我們在現在這一刻 就要開始懂得計算了 那計算斜坡 斜坡這條是直線來的 所以 計算直線方程 你有斜坡 有座標也很容易計的 斜坡當然 我們就不用y-yx-x 就是用dydx的斜坡 而座標 人家多數會送給你的 就是人家會送這個座標給你的 那所以呢 你有斜坡有座標 一樣很容易計 這個直線方程 那最後 這些這些線全部有名堂的 這一條線呢 剛剛好 碰到曲線 描述的斜坡這一條呢 我們就叫做tangent 切線 行不行? 一個切線 還有切線 另一個叫做法線 一聽到法線 你就馬上興奮 有沒有搞錯 你們暫時沒有一個疑問 什麼 沒有一個問題 發線向後疑 沒有 發線呢 遲些你physics 就會遇到的了 但是暫時我不說 法線和切線 起家的道直角而已 那normal呢 不是呀 你中三都學過一下的了 那normal多數會幾時出現呢 就是多數你玩這一樣東西的時候出現的了 弄一塊鏡給你 弄一塊鏡給你 有一條肛線這樣射進來 它怎麼反射啊 你這樣反射就走的嘛 是不是呀 而你們還要明白就是這件事 什麼入射角會和反射角一樣的 是不是 有沒有教過呢 中三 沒有 沒有 入射角和反射角一樣 這一條就叫做normal 那你放心 如果你中三還沒學 那不重要 反正你physics 也會學這些光線的移動 好 有沒有答問題 那normal呢 多數就會和平面起家的道直角的 那我們那裡就叫normal的 那所以呢 那這次呢 那條normal呢 都會和平面起家的道直角的 那為什麼我們用身體模仿 會考慮normal的原因就是 順便考慮你 兩條線互相垂直的話 你還記不記得你斜裡有什麼特色呀 是啊 兩條線互相垂直的話 兩條線互相垂直的話 這個斜裡承法 這個是負一的 還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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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講了 那一樣 計設線或者發線方程 我們有一條方程式可以計 即直線方程 那這條式呢 你會發現好像很陌生的 不是的 我剛才用了很多次 就是y-y1 over x-x1 就等於m 那有時候 那些索奸冷一點點 他就先跳頂這個步驟 先 不要那個份號 或者把份號整個右手邊 我們叫做 那y-y1 等於m 就是x-x1 但我告訴你 我做數多時候 都用回左手邊的一條 即是y-y1 除以x-x1 等於6 等於m 好了 但當然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我們開始了 好了 計以equation of tangent 既然是這樣的話 不如我們 上次我們沒有計算過 去第一二條 我們不如今天直接來試試 DSE題目 DSE都會考慮什麼 B多分 DSE考慮什麼 3分 那麼可憐的 那當然你發覺 不用太擔心的 DSE給3分 我m都考慮 大數會送4-5分給你看 甚至是一條Long 是計這些什麼 那對 怎樣計算呢 其實很簡單 首先 y等於x3次方加7 這個一定是曲線 來的了 條線是什麼樣子呢 那我 即是畫一次給你看 那如果這個 條線應該是這樣的樣子 y等於x3次方加7 當然了 你不需要畫這條線出來 不過你畫出來 我畫給你 你會更多一點點 沒有問題 是你 拿著才行 去撿下第十頁 開工了 開工了 第十頁 15 好了 那我們要先計斜律 曲線 為甚麼斜律 那我講過了 一定用dydx 那 dydx 那等於什麼呢 當y就是x3次方 加7的時候 dydx分為3x2次方 那7 會給我0 那斜律就是3x2次方 那斜律不是一個 實數字 是跟x似的 那x變成呢 那斜律都會變的 那例如x等於2的時候 那就是這裡 大約 x等於2的時候 那那斜律呢 就會大致上 是這樣的 那我畫出來的 那斜坡 這一個呢 就是Tangent 好 那當然這件事 那這條Tangent有多斜呢 那很簡單 因為你知道x2等於2 當x等於2的時候 然後 那 dydx是多少 那就是10 3乘2次方 那斜律就是12 那幅圖畫得不太對 不要緊 那斜律是12 我畫得不夠斜 那這塊麥 那幅圖我幫你看 那斜律是12 那有斜律 那沒有座標 沒有啊 那直線上面有座標 我們計算到直線方程 你只有x等於2 那要計算到y 第一件事 你要計算斜律 我要計算的是斜律 我自己要寫 我現在有個斜律 現在我要計算座標了 即是我要做一個coordinate 或者我們叫一個point 即是有slope 我們要找一個point 為何找到一個座標呢 就是10多次 當x等於2的時候 但這次我們不是計算y 而是計算y y等於2的3次方加7 即是等於15 好了 那即是連座標也有了 215 而斜律是等於12 好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計算 equation 所以這個equation 所以這個equation of tangent 是甚麼呢 equation 那我再說一次 你發覺不想做那麼多東西 你會作到 xy在直線上面 接著 y-y1 x-x1 就等於斜律12 那就是用這個方法計算直線方程 去到以後有甚麼大問題 所以你說是否很難呢 就不難的 直線方程很容易計算 就算用y-yx都好 你會發覺沒甚麼特別 y等於12x-24加15 即是加9 是不是 不是 欸 即是減9 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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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幅圖畫錯了 也有太過欠握了 哇 幅圖畫錯了 所以幅圖沒有甚麼用的 圖畫畫畫 描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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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位置用的,幅圖理道上應該怎樣呢? 理道上應該是這樣的 厲害一點的,y等於x3次方加7 而當x等於2的時候可能是這樣的 x等於2的時候 條 tangent sorry 我們剛剛有條 tangent 12x-9 應該是這樣的 y 再斜一點 y 差不多 x等於2的時候應該是這個位置 好了 所以我再說一次 畫圖,尤其是在這裏 在M1來說對你未必有幫助 有時候可能會看錯東西 所以反而要記住計數的方法 做多一兩條,我會放一會兒 好 好,沒問題,下一題了 好 好 Find the equation of the tangent to the curve 哇,你看到這個curve都知道 這個 y的x-4次方加4 那你就知道了,要計個 equation of tangent 那一定要先計個slope 我們一定要先計個dyd次 先 但是dydx難難計 這次 知不知道d有東西嗎?我想問一下 刷不刷幅嗎?你們 爆不爆開 用train rule 看到train rule是甚麼樣子? D元指數D固好嗎? D元指數D固好 D元指數D固好 首先叫d元指數 即是先把指數寫下來 4就是x-1 而給你d1d的話 4應該會變成三次方 加4當然沒有影 最後的concent一定不見 好了,slope就是這樣 當然啦 做完啦 對呀,做完啦 slope就是這樣 當然啦 d固好 因為固好x-1的關係 你d下面就是1 dx-1 只剩1 當然啦 1可以不寫的 固好我不爆了 好 那有斜率 但是 要怎樣算 我拿了斜率 我想問我怎樣算 左標無位 嘩 糟了 那算是怎樣 還有哪個 x又不知多少 那我鬼知道的斜率是多少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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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大问题是拿着X等于2可以做些什么呢 当X等于2的时候 那DYDX会等于多少呢 2DX 哎呀这些废话来的 你DYDX早就算了去4了 傻子 写多次都没坏的 有斜率有斜率 但是要有什么有座标 Y等于什么 要算了 但是你算Y你记得 要把X收回到本身Y这条式 就是X-1的4次方加4 那Y都应该会等于5的 所以搞了这么多东西 我们终于算到直线方程了 我可以告诉你其实都比较乱 比较烦的 见不见呢 即是不跟Core解直线方程这么开心的 那一样我们用个招 Y-Y座标 X-X座标 就应该等于那个斜率的了 那就Y像了 等于4X-8加5-3 那我Equase of Tangent就是这样 难不难计呢 就进入见词了 但我告诉你这些题目 在我们N1来说是超常见的 如果你搞不定 你就死定了 那所以呢 在BREAK之前自己做多题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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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